我們可以在上面有非常豐富的等應和教學課程 讓各位可以直接在上面持有從初階到進階的LineRio課程 來精神開始讓大家設置這課程的專案 那並且我們有一個LineRioSkillGap 在網路上面就有一個非常豐富的資源 從這SkillGap可以幫助各位從簡單的程式到複雜的程式 有完整的學習資源 幫助各位來加深大家的LineRio功力 並且通過不斷的學習 各位可以有一個國際的LineRio認證 即是我們的CLAE、CLAE 我們可以藉由考到和LineRio認證 提升大家的一個既然的發展的平衡性 跟大家的一個價值 各位看到的投票上面 有越來越多的工程師加到這個LineRio認證上面 那在我們的104.1上面 也有一個LineRio認證的專屬選項 那我們來透過這個方面 也鼓勵大家 在我們世界需要更多非常自小 深厚的一個LineRio工程師 我們可以用一個LineRio的APP軟體 大概直接在iPad上面下載來 免費的操作 並且設計非常專業的行動文件面 或者跟著你認定 通通好的工程師 我們會有量測到資料 那我們再也請我們再放一個DEMO 這個Data Dashboard的行動 好 大家目前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由Apple上面的App Store下載下來 Data Dashboard之後呢 開啟程式的畫面就像這樣子 我可以直接Mule一個Data Dashboard 就好像我們新增一個BI一樣 接著我選擇Landscape 讓它做橫向的Programming 就如同在LineRio程式撰寫一樣 我可以選擇我要建立Indicator 例如說我在這邊選擇一個Gauge 拖拉放開之後 我還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或者是改變它的主題顏色 來美觀我的程式UI 同時不只是Indicator Ctrl也是如此 例如說我想要放入一個Numerical的數值 而這些數值呢 或是Ctrl 都能夠透過裡面的連結 例如說選擇Share Variable 來跟電腦上來做連結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直接 跟iPad本身的Sensor來做連結 例如說如果選下Gyroscope的話 就可以直接讀取iPad上的 這些Sensor的值 那在此我們為各位 Demo一個是 我們目前連結成大這邊 一個太陽能監測系統的環境 他們利用了 學生利用了這個 Data Dashboard的方式呢 不需要學習任何 Apple平台上面 iOS的程式撰寫 就能夠快速完成程式的監控 好 Steve 是 市長 剛剛那個EMOI 其實是坑林的 成功大使他們的 E-mail直接分享給我 他設計好的Data Dashboard 人機界面 讓我們即可 在我們這邊透過iPad 看到他們當時兩者的狀況 他們在大腦上面 趁動我們就看了 發電系統 及他們的研究室 設計出來一個分散式的 MPP演算法 相較於集中式的 優勢的一個比較 透過iPad 我們今天很容易的分享 你的人機界面 達到最後一個功能 我們很感謝 趙文老師的實驗室 當然今天也不會是個 A Day 如果我們有介紹 LineMine 看看未來的Future 我們看一下LineMine的過去 我們在1986年 第1.0版本 LineMine設計出來 那是由我們的 Jeff Tabasco co-founder of N.I. 也是N.I.的共同創辦人 那他有一個 father of LineMine的一個本圈 那在20年前 他就看到在今天 LineMine可以透過圖形畫 幫助各位 來完成兩側與控制 那在今天的話 他可能稍微老了 可是他也在想到 好 事實上是個人也對 發動的LineMine非常地尊敬 你認為只要介紹到好的話 就要有一個 發動的環境 背景音樂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在今天 Jeff Tabasco 也想到 20年後的未來 LineMine會往哪裡發展 然後該設立怎樣 的一個LineMine性功能 那他任何地 在平板電腦上面 直接拽起LineMine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功能 那在這邊的Demo 或者影片 讓他聽著Demo 為各位看 現在直接就是在iPad上 撰寫在這個程式 那他還增加一些混合性 所以要不要碰撞到另外一個 可以不要碰撞 來 那如果在加接程式下 或是說YR塊圈的後果圈 同樣的 他可以利用這樣多的特性 如果加速就不夠快的話 可以讓你架構變大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慣性特性 做到加速就夠快 就可以把你壓起來 你看 好了 那你上次的 非常高的 新功能 相信到未來 大家都會在平板的 裝置上面 賺錢來 那你GSD 這個 圖形化系統 設計的解決方案 你有非常重要的LineMine平台 那你也需要搭配 一個硬體的IO平台 來完成我們這個系統 那接下來 我們就將 針對PC-based的DAT 尤其我們的 行銷工程師 王先生先生 來後 做一個建造 我們大家歡迎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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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Slot的Chasses 還有 八個Slot的Chasses 那其實我們還持續推出很多新的模組 來幫助大家 達到新的一些需求 像今年我們就推出了 四個Slot 那最近這幾年 我們聽到 持續聽到Data Logger Precation上面 遇到了很多Challenge 那這些Challenge 我這邊提出了三個 第二個 我們比較常見的 跟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第一個是 車子的碰撞測試 在車子的碰撞測試 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我們會遇到很大的撞擊 很大的撞擊 同時還要揭取 大量的資料 然後要儲存下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Challenge 在Emeral Reserve 在Emeral Reserve這邊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要去研究一些大自然的景觀 或者一些特殊的現象 以龍捲風來說 所以我們有一個Data Logger 可能就需要一個耐震 耐長時間震動的這個裝置 並且把資料做息事分析 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Challenge 那以Revolent來說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看太陽能面板的應用 太陽能的基地通常都是一個非常高溫的環境 所以一個Data Logger 必須要在太陽的日照下 長時間做監控的動作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Challenge 那如果我們綜合這三個Challenge來看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新一代的Data Logger的話 需要一個是耐震耐撞擊 而且耐高溫 並且能大量的接取資料 做即時的分析 把資料取存下來 所以今年呢 我們推出了StateLong Compact Deck 這個全新的平台 你看它的機身 它承襲了Compact Deck 跟Compact Reel 非常好的機器 所以 它是一個堅硬耐用 耐撞擊 耐震動 耐高溫的平台 八個Slot Chassis 可以支援上百Channel接取 此外呢 我們增加一個新的功能 是跟其他各個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我們加了i7 Dual Core CPU i7 不是i5 也不是i3 更不是我們常見的奧 這比我的電腦都還好 i7的CPU 加上Windows 7 能幫你把大量資料集取進來之後 做即時分析 變成儲存在我們熟悉的模特兒系統裡 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掌心的Data Logger Package 所以如果各位 遇到了新的Data Logger Challenge 試看我們的Stand-On Compact 它會改變你的生活 好 那這是其中的應用 我相信很多工程師他們想要做的 不是只有做到Data Logger 他們想要做到精準控制 即時的分析 可能要做到Closed-Loop Control HIO的應用 所以它可能需要用到更進階的 SAPG的這些技術 那我們來看看實際上面 到底有多少APGA的研發工程師 我們看到的數據是 大概有十萬份 但實際上有多少的工程師 他是希望用到這個APGA技術 來達成他所要客製化的這些應用 其實是上千萬人 上千萬人在等十萬人開發 他們所要的工程去達到他的需求 其實這個gap是很大的 那我們如何讓這上千萬的人 很快的達到他們所要的目的 可以運用到這個技術 這是我們看到市場上的需求 所以今年 即是幾年 我們現在推廣的 就像REAL 這個機台 對於這個架構 這是reconfiged IOD的架構 reconfiged IOD架構 是以APGA為核心 所以搭配LineView 因為LineView 可以降低你開發的門檻 所以你利用LineView 去撰寫你要的algorithm 很快的deploy到我們的APGA平台上面去之後 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到精準的控制 即時分析 並且做到closing control等等的應用 但這個平台到底是不是 我們想像中這麼好用 我們來看一下訊據 這是我們今年跟UBM一起合作 針對千路式開發系統團隊的開發時程 還有人員的大小去做了一個研究調查 我們發現如果用GSD這個平台 因為我們剛剛就講的 LineView可以降低你開發的門檻 所以呢 我們開發的時程 比平常別人使用的其他開發平台呢 大約少了一半的時間 大概6.2個月 整個半年的時間 那開發人員來講的話 你少了一半的開發人員 大概就是4.2個月 這個結果其實振奮的說 我們使用GSD這個平台 這個所有的開發人員的使用者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實力 來佐證這個數據 相信在一年半以前呢 大家還相信日本這邊發生了很大的災難 就是311大海嘯 那海嘯的本身呢 並不是代表日本最大的後遺症 而且是輻射外洩這個問題呢 才帶來最後的這個災難 那如何讓這個工程師很快的 去開發出他們的輻射偵液 所以來確保這個居民呢 他們在身邊的周圍呢 是沒有任何的災害 或者是任何危險的 這是很大的挑戰 時間對他們在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監督大學看到了這個挑戰 他也知道Rio這個平台 可以幫助他們 做到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跟NI一起合作 將他們歷年來所研究的這個 所有成果呢 很快地整合到Compireo這個平台 透過Compireo平台還有車載系統 在日本的各地 收集所有的這個輻射訊號 上傳到我們車輪上面去 提供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到底多快把這個系統開發出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們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 開發出上百個系統 並且呢 在日本的各地 將這些資料呢 收集起來之後 Mapping到地圖上面去 提供給居民去做 安全上面依據的這參考 兩個月開發出一個 核能 輻射的這個監控系統 其實是非常非常 amazing的 對吧 那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其他的案例 在生命科學上面的案例 其實生命科學的案例來講的話 白內障是一個我們常常見到的 一個這個眼睛的疾病 但是眼睛的疾病上面 如何去做治療 這個白內障如何去做治療呢 必須透過人工的方式 去做這個手術上面的動作 但是手術流程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繁雜的 如果每一個小小的細節裡面 遇到發生了一個小小的錯誤的話 其實對病人來說 都會有很大的後遺症 但是美國有一個醫療團隊 他們看見了這個問題 他們也知道怎麼去做 再一次呢 他們看到了Rio這個平台 他們知道說 Rio這個平台其實可以補足 他們不是資工背景 也不是電機背景的這個遺憾 而且他可以相信Rio這個平台 可以讓他很快的 發展出他所要的機台 所以他就自己研發出了 這個白內障雷射激光手術儀 搭配Living跟視覺系統 可以將眼睛的瞳孔位置做一個定位 然後整合了OCC的技術 可以做到斷尺掃描的技術之後 將我們眼睛白內障這個部位呢 做一個定位 再透過FPGA 精準的控制雷射 去針對白內障的部位 做雷射激光手術的流程 這是他們所做出來的機台 在美國這邊已經通過了FDN的認證 已經正式為白內障的病患 來做施行這個手術的部分 那你看看說 到底他每次多次這邊 手術出來的結果 其實你可以看他們的成功率 其實還是很高的 相對於人類這邊來說的話 其實人類可能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贏這個機器 所以你再次看得到說 任由於這個FPGA這個品牌 它可以很快的 幫我們開發出我們所想要的工具 也降低了我們的成分 而且還可以改善你的生活 這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好 那這是我們在講到 救災的部分 跟這個生命科學的部分 那到底在其他的部分 像自然 像我們自動化 兩色領域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突破呢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的 學校工程師 林士豪 幫大家做進一步 在生命科學上面 的確改變了 人類生活 也的確 提供了更好的 測試效果 好 那我現在要談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自動化測試 講到自動化測試 我想大家跟我一起回到十年前 十年前 人類有一個非常創新的發明 的科技 就是手機 那時候的手機 的確大幅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從手機出現以後 我們可以隨時隨地 被我們的朋友來找到 我們也可以隨時隨地 能夠跟朋友來聯繫 這個科技的產品 的確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那時候的手機 有什麼樣的功能 有通話的功能 有簡訊的功能 但是隨著這十年的改變 摩爾定律 不斷地就吹出 我們的科技的進步 它有很大的變化 從那時候的GSM 到H 到Resilient Edge 到H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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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 甚至到即將會的趨勢的LTE 那家用網路呢 家用網路從我們開始熟悉習慣的802.1EB 到802.1EG 到802.1N 到即將會變成趨勢的802.1EAC 才這麼短短的十年 就有五個Stand-down 那對於我們這些測試 所面對到的問題 會有很大很大很嚴峻的挑戰 那我們來看 一般我們在做RF測試 就是我們所使用的更方便使用 韓式功能更強大 ADC更快 DAC更快 但是 真的就只能這樣 而那為什麼堅持 每年一定要有16% 投入在RND上面 這是因為我們相信 GSD 永遠可以 Find a Better Way 所以我很高興的在今天 這個場合 這個時間點 正式的為大家介紹我們一個 全新的RF測試架構 Vector Signal Transceiver VSD VSD是一個全新RF測試架構 這個全新的RF測試架構 跟以往非常大的不一樣 有什麼樣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整合了SA 整合了SG 在一個這麼小的三槽片材模組裡面 更重要的是什麼 在做高速的RF晶片測試的時候 我需要即時快速的反控錯誤 所以我也內建了DIOP的角 可以幫助我們的客戶 在進行測試的時候 可以做快速的切換 還有更特別的 這個更特別的點 就是我們內建了開放式的APGA 這個開放式的APGA 能夠做什麼 這個開放式的APGA 可以讓這個RF測試 不再是RF測試 我可以藉由這開放式的APGA 進行RF測試的內部參數調整 我可以調整ADC、DAC、LO 屏偏 所有的細節引體參數 都可以用RF測試來調整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 我可以放入 我自己所段行的 即時分析函式 RF測試 不再是RF測試 那這個RF的新的架構 真的能夠為我們的客戶 帶來更好的幫助嗎 我們帶來一個實際應用案例 KwakaoAceros KwakaoAceros 不可否認的是一間非常知名的 無線通訊Trips一場商 在早期 他們在面對802.11V的測試的時候 我可能今天只需要 從Channel 1 直到Channel 11、12 直到13 每個Channel 很拼入不同的Power 只在進行EVM測試 但是 隨著Standard的仰境 即將要面對的是什麼 802.11AC 但是802.11AC 幾乎一時一它是向下商用的 所以我今天針對這個晶片出廠前的測試 變得更加複雜 我會從原本的802.11B 到G 到N 到AC 我全部都要進行測試 這個測試點數 從原本的數百點 已經不再數百點 變成數千點 變成數萬點的測試項目 那以前 我們是怎麼測的 以前 測試項目 我需要一台SA 我需要一台SG 然後再一台中控的電腦 來做自動化 這是以前的測試項目 但今天的 現在 正在也不一樣 我們的VSD 降落 整合了SASG 更重要的是 ABGA 可以做快速的 SASG切換 所以我可以提供更好的測試速度 給我們的客戶 所以我現在很高興再次邀請到 我們的工程師 Fred 讓我們現場實際來展示 這個核心降落的核心技術 好 請會 大家好 目前在畫面上看到的 就是用我們的VSD 上面 由SG 放用Generator的部分 打出訊號 經過一個Cellular的PA放大器 那我們打出的訊號 是一個LTE 因為目前這台代測物 是4LTE的PA 這個代測物放大出來的訊號 再回到VSD上面的Signal Analyzer 上面 我們擷取到這個頻譜的部分 所以 目前畫面上 左手邊就是由SX收到的LTE頻譜圖 而右手邊 各位右手邊畫面的部分 則是我們使用VSD進行測試的時間 橫走式時間 相對於 我們使用傳統式的儀器走GPIP的方式 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時間 測試的時間 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線部分 是Traditional Instrument的方式 它大概需要接近兩秒鐘左右的時間 才有辦法讓這個Power Solo 我們PA打出來的功率 到我們收斂到我們要的值 但是如果使用VSD的話 線在哪裡呢 各位 也就是畫面上目前白色的部分 讓我們放大來看一下 喔 還是不夠大 讓我們再放大一下 各位 它花不到1ms就完成了 相較於2秒鐘 這總共快了多少倍呢 讓我們以城市來為我們計算 它總共快了874倍 Amazing 哇 的確 的確 非常驚人的一個測試速度 這個全新的架構 的確可以帶來更快的測試品質 那我們再回到 我們Qualcomm Aceros的實際例子 在這個例子上面 我們進行EVM測試 如果我在有限的一個時間內 我要進行EVM測試的話 就傳統的儀器架構 我們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 獲得數百點的測試數據 但是 這全新的VSD架構 我們可以在相同的時間內 從原本的數百點的測試數據 變成數千點的測試數據 我們可以提供客戶更好的測試品質 沒錯 Qualcomm Aceros 其實在2000年的時候 它也是用箱形儀器 來進行它們的RF的晶片的測試 但到2007年 它們正式的引進我們PFSI的RF-A 跟RF-SG平台 而在那時候 我們幫助它們建置的一個測試系統 就已經可以叫傳統的箱形儀器 提升了將近10倍的測試速度了 不過今天的現在已經再也不一樣了 今天的現在 他們再次的 相信我們 引進了VSD這個架構 我們也成功的幫助它 從原本的10倍的提升 再次的要升20倍上去 的確非常的成功 而這個創新的架構 它可以適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因為它結了SA A-SG 搭訪所需要的DIO-PIN槽 以及APGA 所以我可以應用在搭訪 應用在APE裡面 RF的測試部分 甚至我們可以 撰寫自己的即時分析程式碼 變成一台 Channel Emulator的測試椅 不過大家很好奇 難道 GSD結合APGA 真的只能對產業帶來幫助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 會要邀請我們的Steven 為我們來實際的探討 GSD是如何來幫助 我們的學術應用領域 來Find a Better Weight 好 我們請Steven 謝謝Howard 好的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 Find a Better Weight的Solution 說一個工程師 你覺得它最厲害的 方面是哪方面 我們可能會說數學 可能會說它的國籍推理 例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 從我小開始 就不斷地讓我們 學習到非常多的數學公式 來表達這個工程問題 可能是一個Transtful Function 來代表倒單板 可能解我的微積分 或者是我的工程方程式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過度坐重於 這個非常重要的數學理論 可是忽略到了 可能另外一個面向 所以The New York Times 他們就有一個Paper 就在說到一個問題是 可能大學生的工程學生 進到學校之後 我們不斷地讓他 學習數學 而他慢慢 喪失了對工程師 這方面的一個熱情 或者是興趣 那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我們就在想 是否有一個更Bidenway的方法 我們非常重視數學之外 我們也重視了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我們的實作工程 我們工程師喜歡Pure Stop 我們喜歡做東西 然後看到它實際的校調 我們可以從做的方法 再導回到我們的理論 也因此 我們可以透過GSE的方法 Do Engineering 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我們可以幫助學校 可以有更多實作工程的機會 來訓練我們的工程師 讓他更有興趣 在工程方面的學習 而Do Engineering的話 我們想要訓練學生 有系統設計的一個能力 並且可以持續的創新 他可能是把一個理論 跟實物能完全結合在一起 並且他可能可以做更 Project Based 一個專案的方法 來幫助他來學習一件事情 有個非常好的一個成功案例 就是我們的台灣大學的機械 的Barula實驗室 我們的林沛群老師的話 他們不斷去研究仿生機器人 就是模仿昆蟲運動的模式 把它放到機器人的運動方法 來做實現 例如說你可以看到 類似昆蟲爬行一個障礙物 或者是雙足的機器人 你給他施加一個重力 他可以自己做平衡 或者是看到裡面的 蚊足機器人 在平滑的路面上 他是用蚊子移動 最有效率 可是根據一個 踮火的路面 他可以切換到腳的一個運動模式 以行走的方法 來做機器人的運動 那這樣子的一個機器人 學習的過程的話 林老師告訴我說 為什麼他覺得 我們GSE的這個平台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 平台 給他們來完成實驗 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 就是他們的 是理論為主的 他們想要更快的 去驗證他的一個理論 而GSE 是一個讓他可以實現 驗證他理論的一個方法 那GSE這種快速的一個特性 是他們非常需要的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學生來來去去 每年都有新的研究生 跟研究生要畢業 如果有一個更直覺 更容易聚躍的一個程式軟體 比如說 The LabVIEW 直接幫助他們 完成這方面的交接 加速他們的研究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他們是機械系的學生 很不像的資工系 有這麼豐富的程式賺錢經驗 或者像電子電機系 很懂這個電子電路的 電路板的設計 那一個圖形化系統 設計的方法 把軟體平台 接合硬體平台 可以更快速完成他們想要做的 這個仿生機器人的研究 那林老師的實驗室 可能不只是在做仿生機器人 他們也做了很多其他 像是應用型的機器人 更多的一些 相對應的一些研究的主題 例如說一個跟隨機器人 就是他們實驗室的一個研究的方向 嗯?什麼聲音? 沒有 這也是不瞞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林老師他們的實驗室 做的另外應用型的機器人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邀請到 把WOLA的實驗室的研究生 任根品同學 為大家做這個方面的介紹 我們歡迎任同學 謝謝 你們好 好的 我是任根品 那我知道的教授是林佩玖教授 那相信大家都看到我 左手邊這一台 輪型機器人 Kanamigo Kanamigo 是我們實驗室 使用NI的控制器 以及NI的GSD層次設計方式 所設計出來的一台 實作機器人 那它的功能 主要是可以跟隨在使用者身後 並且自動離開張恩 那現在我來為大家展示一下 Kanamigo的功能 首先 我開啟我身上的 訊號發射器 讓Kanamigo 它就會找到我 並且跟隨在我身後 那它有跟隨的大約是 1公尺到2公尺 那可以送你大概6公尺以內的障礙物 那我可以放這樣的東西在上面嗎 好呢 你測試一下 好了 當然我們希望它可以 之後可以整合在機場的行李車 或者是醫院的護理推車之中 那在設計這台Kanamigo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 我們遇到了兩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對於程式不熟悉 而且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設計程式 所以我們 我認為 GSD對於我們有兩個很大的幫助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省下我們大量學習時間 相比一些低階語言和中階語言 它的複雜的程式指令 GSD有圖形化介面 可以讓我快速而且直覺的學習程式 那第二點 我認為它可以讓我快速實作出我在研究中的一些構想 像是這台Kanamigo 它就是我們實作出來的 程式方面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感覺非常的酷炫 這可以幫助到很多我的同事都是我的電腦包跟磚頭一樣重 那有了這個Kanamigo 這個肩膀就不要再加上去按摩了 我們非常謝謝 我任何一大舞將 非常精彩的GSD成果展示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很好的GSD實現方案 可以幫助我們來做學習 機器人相關的一個學習 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 不是focus在程式的底棒上面 而是著重在我們的機器人實際 該去設計它 或是瞭解我們的系統架構 跟驗證出我們想要更快的一個實現 那也有廠商發掘這個GSD的方法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學習工具 那他們把這部分的學習方法商品化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邀請我們的瑞國科技 顧問有限公司的專案經理 吳威翰 為我們介紹說 怎麼樣用GSD來幫助我們的工程學習 我們有請吳威翰先生 謝謝 喂 大家聽到 謝謝 謝謝Steve 那莫許大家已經知道 我們現在不是機器人 那 我們坐位可以 稍等一下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麥克風機器人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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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一下子 就忘了台詞 各位對於機器人的印象 可能還聽到在電影情節裡面 像這個星際大戰 或者華麗 可是我想要讓各位知道的是 其實機器人已經確實的扮演 現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今天帶來幾個例子來幫我舉證 在左上角的話我們看到 全球最大的網路購物商 Amazon 亞馬遜 在今年三月的話 他們購買了一家 專門在做倉儲機器人的公司 那也就是說 每次我們從Amazon上訂貨的話 背後都是有機器人在幫我們服務 那右上角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近登陸火星的好奇號 那它也算是一個探索性質的一個機器人 沒有像這樣的機器人 幫我們探索無際的太空偏激的話 我想我們就不會得到最新的科學知識 那尤其在左下角的話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它是一個類似像Segway的一個品牌 搭配上一個iPad 那它的應用呢 它原則上它就是一個 遠端替身的一個機器人 那如果說明年有榮幸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邀請我們回來到NID 再來演講的話 搞不好我們就會用一個像這樣的替身機器人 那焦點回到這個國內的話 我們都記得郭董 鴻海的郭董華他曾經有說過 他希望在三年內打造一個機器人王國 來提升他們這個生產的一個效率 那所以由此可見 我們看得到機器人的需求是實際的 是確實的 而且是肯定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麼我們希望在未來的話 也希望看到在保全、照顧、醫療 都可以看到機器人技術的一些突破 但是我想要問各位的是 未來的20年的機器人將會是誰在設計 未來20年的機器人將會是誰在操作 跟各位報告一下 不會是我們這一群功能師 而是我們的下一代 那其實這個延伸到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教機器人的話 機器人教學是非常困難的 更尤其因為它是一個崭新領域 它不像一個既定的學術的學門 像機械或者資工或者電機 也因為它這麼的心 想要投入這一塊的老師或者學校 他們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精神來準備這一方面的 相關的設備還有相關的教材 像比如說這個 除了軟硬體以外的話 還有專體設計 還有甚至分裂程式 還有甚至可能小到這個軟硬體的一些 小小的配件小小的耗材等等 這個都是需要我們的老師去來 自己花心思來準備的 那所以我們瑞伯科技從成立以來 兩年前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那從成立以來的話 我們的實力一直都是 希望能夠降低機器人技術的門檻 讓每個人都能夠做機器人 所以呢我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第一個鎖定的合作對象 就是學校還有培訓單位 我們跟其他的廠商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除了教學的設備以外 我們還提供了教學的服務 還有教案的一些設計 那這些的話 來整體提升我們教學的一個品質 那當然這一切的話 不是很簡單 因為畢竟我們早期其實 用一些cost down 的硬體 跟軟體來做到 我們要做的一些重點 那其實這些整合都不夠 導致我們設計好個教材的話 一改再改 那所以呢我們自從接觸到 LEVUE還有圖形化系統設計 發現這一塊的確幫我們簡化很多的開發 那所以呢 於是我們就導入了 在我們的教學系統裡面的話 Ni的軟硬體 LEVUE加上之前的Compary Rail還有Single Ford 那只不過是還剩下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比較小型 比較高效能 還有一個小型高效能 一個LEVUE執行的平台 那在去年年底的話 我接到一項電話 Ni的話 他們這邊即將要release 小型高效能 而且價格更便宜的LEVUE執行平台 它是一個Single Ford Reel 9606 那我們聽到很興奮 於是透過Ni的引進 我們跟其他的合作廠商 還有Inpatient實驗室 這邊的一些配合的話 我們先讓林老師的實驗室的一些成果簡化 變成一個通用型的一個教學產品 讓其他的學院士 其他的學校也都可以飄用 所以奮鬥了一年之後 然後排除萬能 把它推到這個量產化的階段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成果 它叫做TBandana機器人設計平台 那基本上符合研究、教學 還有競賽領域 它的核心呢 是一個Single Ford 9606 還有高速FBGA預算 加上USB還有CAM介面 那除此以外的話 還搭配金屬的配件 塑膠的配件 各式各樣的感測器 以及不同的通訊介面 最棒的是 可能各位比較在乎的 這個是完全百分之百 Powered by theLEVUE 那各位如果對這個產品 還有我們的教學內容 有興趣的話 不好意思 可以歡迎來到我們的攤位 或者甚至呢 我們在兩點半的時候 我跟林老師有一個共同的講題 那到時候可以請各位來參與 那我先把時間交給給Steve 謝謝 這個技藝平台 就是我們的KR平台 那在現場的話 會有六十幾對 四個國家 在我們的台大的舊體運管 在當天非常熱血的 互相較勁 誰的設計的機器 是最好的 那我們也很誠心的想 邀請大家 如果時間上OK的話 可以到現場來參觀 那不只是能看到 這方面可以幫助 我們的工程教育 我們早在小學 中學跟高中的時候 在樂高的部分 他們就跟我們Lavit 我們恩愛的R&D去合作 設計出更容易使用的 圖形化的程式來賺解方法 那它的核心 即是我們Lavit的核心 他們可以讓圖形化的程式 結合一個模組化IoE的平台 讓他們更容易地 來完成機器人相關的學習 並且他們透過競賽 來提升大家的熱情 不斷地去讓小朋友 發揮他的創意 從WRO到FLO 等到我們的IRAS 國際機器人實作競賽 在在都是專案學習的方法 來加深我們可能機器人 領域的一個學習的效果 那機器人是一個例子 事實上恩愛的產品方面 在各式各樣的學術領域 不論是通訊 或者是電路設計 可能是量測或者是控制 我們都有非常適合的 Duo Engineering 10座工程的硬體平台 加深他們10座的部分 來提升他們學習的興趣與效果 那今天下午的學術Track 有針對這方面更多的一個介紹 那21世紀 我們面臨到非常多的工程挑戰 不管是綠能問題 或者是我們的聲音問題 我們都需要工程師 幫我們來解決 我們可能不是透過 這個Banker 不是透過商人 我們工程師非常重要的資產 那這個工程師的來源就是我們的學生 就是我們的學校的工程教練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恩愛的GSD的方法 能幫助Duo Engineering 訓練出更多優秀的工程師出來 那恩愛的這個GSD平台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特色 就是他可以在業界使用同樣的平台 我們讓學生早在學習的時候 就用同樣的平台來幫助他來學習 來做研究 那他有這樣的GSD能力之後 就enabled scientists 到未來他可以更快速的完成他的創新的研究 幫助他設計他的產品 幫助他的職業來規劃 那也是因此我們十一年來都在舉辦我們的GSD 我們的圖形化系統設計Paper Contest 已經有上千篇學術界或業界的GSD的成果 投稿到NI 我們會評比出最優秀的作品出來 那並且獲得國際上面也有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那在今年今天的話 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進入決賽的其中一個團隊 去分享他的GSD的一個作品 給大家認識 那他們的成果有個非常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專案工程師 早在十一年前學校的時候 陽明大學就接受到了 由中王老師的 孜孜不見的LEVUT跟教導 讓他進入LEVUT的世界 有了GSD的能力 那也是今天 他可以把應用出來 幫助他們公司設計更好的產品 那我們接下來就邀請 陽明大學的 智慧型機電輔具實驗室的 由中王老師 我們來做一下他們實驗室的介紹 我們順便我們的學生 謝謝Steve 各位大家早 剛剛講完Steve 我說我知之不倦 其實我是蠻懶惰的 我只要讓學生自己做事情就好 那其實大學就是做夢的地方 那我今天呢 來跟各位分享三個夢 但是這不是我的夢 是生性障礙者的夢 第一個呢 第一個生性障礙者的類別呢 我們叫24EI技術的損傷 他們的問題是 他們下半身不能動 不能控制 沒有感覺 所以他們最大的夢想呢 是能夠自己站起來 走路 然後能夠坐下來 但是呢 對介紹師來講 這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第一個呢 跟他們的關係呢 就是我在1996年 還蠻久的啊 這樣也透露出我的年紀了 欸 那個呢 我是希望用電視機的方式 其實在 在生理學生上你看呢 他沒有辦法 只是用腦袋控制他的腳 所以我們用一種特殊的方式 Bypass的方式呢 用電視機的方式呢 讓他的腳能夠接受電擊 然後手縮 然後能夠幫他站起來 可是以前的方法都不好 他是 飛起來 就是彈起來 然後摔下來 那我們用特殊的方法 讓他站起來 然後可以試著放開一隻手 沒有聲音齁 他在講他試著放開一隻手 但是呢 很困難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他在控制他的腳 也是沒有辦法 是用外在的方式來幫他控制的 然後試著也要放置左手 也看起來是蠻困難的 他說他不行了 他說他要坐下來 因為不是很清楚 你看這個或跟這個 他要坐下來 他是慢慢的坐下來 這個呢 在我之前呢 沒有人做過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 謝謝我的老師 讓我得到一個PhD degree 那這個呢 跟NI有什麼關係啊 講了半天 猜一下 沒錯 就是LeView來寫的 那我本來想讓Steve來猜 我是用第幾版寫的啦 結果已經偷偷跑出來 第四版 現在已經 對不起不能開了啦 我請他幫我開 不行 拜託給我2012好不好 好 因為呢 你看看 Sparketti層次出現了 那時候寫的很辛苦 可是沒辦法 沒有沒有好的Portline design pattern 所以呢 我很期待2012呢 拜託送一個License給我 再終於講他同意了 那時候也沒有PIT感覆 謝謝 有沒有可以感覆 你知道自己寫 所以一切都自己來 那不過我真的感謝 有這個BI 這個License 讓我能夠很快的 來到PhD degree 當然 城市組啊 都很快的report 現在有report generator 哇 這麼好 以前也是慢慢一個一個字 慢慢劈啦 好 這是第一個夢 第二個夢呢 是有些老性麻辣的小朋友呢 他希望能夠站起來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只是呢 他們沒辦法走路 所以他們需要接受訓練 那我們想說 欸 我們訓練 治療師又很辛苦 用不了那麼多時間幫他訓練 所以我們都設計一個 主動型的固態訓練器呢 這個模擬治療師的手去搬到腳 所以他可以永遠 他可以在家裡 在很多地方 都可以隨時隨地訓練 所以能夠 希望能夠趕快達成他的夢想 那這個女孩子呢 是我女兒啦 她是正常人 還好她還不錯 那 對不起 那以前 剛開始用的那個 版本呢 那時候Singavorite好像還沒出來 現在出來了 所以呢 不好意思再要一個來 那 所以現在有Singavorite 我想呢 小朋友的夢想呢 應該能夠更快的達成 那第三個夢想呢 是小偽縮症的這個病友 他跟我講 他的最大夢想是 自己走路去坐捷運 吃碗牛肉麵 再坐捷運回家 這是他的夢想 那因為他們是 小毛尾縮 所以沒有辦法 控他們自己的肌肉 會越來越難走路 那平常的助行器呢 對他們講是非常危險的 容易摔倒 他做美景步就很累 所以我們都設計一個 具動態支撐性的助行器 那剛才第一代呢 是因為我們用單機面去做 結果發覺呢 做得非常非常慢 要調控它的成數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第二代 就是中間這個 看起來比較強壯一點 像沙灘車啦 不過他比下長的就是一個 Camparia 那Camparia呢 還是有點大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購買Singalboro 來幫我們盡快 發生他們的夢想 那這是三個夢想 那其他有非常多的夢想 我們希望各位 志同大的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合作 那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內部怎麼訓練學生呢 就讓我們去做嘛 那我發覺這樣的做法還不錯 我們有幾個 非工程背景的 但是呢 他們內部寫得非常好 PST非常棒 事實上我非常得意 非常滿意 那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今天 要來跟各位報告的 賴床人賴博士 賴床人上來吧 介紹你的Project 好 謝謝尤老師的介紹 好 我叫賴床人 目前任職得理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利用短短五分鐘時間 再來跟大家分享 兩個應用NI GSD的一個專案 好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2010年我們跟 尤中華老師已經在 E公所 我們共同開發的一台 足環模擬器 那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台 1比1大小的仿真的機器材 然後呢 它可以重現 模仿我們輸入的 真人的自態行為 包括它的運動學 以及運動力學 然後我們利用NI的PCI 7344 以及一塊六軸的側力板 來重現 那一個人的步態特徵 那在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機器腳可能 試圖再去重現 這個我們輸入的一個 固態數據 接下來呢 這個機器腳在那邊走 那我們跟大家說一些 更有臨床意義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在臨床上常會遇到一些 中風患者 他因為偏胖 軟胖 或者是下肢不勝常肌肉張力 我們會讓他穿戴竹懷腳距 就像畫面左邊這個 這個竹懷腳距 那我們常常在臨床上發現 重風患者在穿戴竹懷腳距 一段時間之後呢 會有破壞的一個情況 那以後我們就很好奇說 我們想要瞭解 它的破壞機師是什麼 它是怎麼壞掉的 於是呢 我們就利用這台機器腳 然後讓它真的穿上這個 竹懷腳距 然後讓它日以繼夜在做 踩踏測試 那也因為這台機器的開發 然後也做一個臨床有益的提示 讓我順利取得一個學位 那謝謝劉老師的大力協助這樣子 那畢業之後呢 任職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那德林公司是以生產益肢起家 它目前是台灣最大的益肢公司 也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益肢公司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右手邊 市售的益肢 竹懷益肢 琳瑯滿目 那 不過很可惜的是 我們在臨床上常常會遇到 就是說 病人穿戴竹懷抑制 一段時間之後 會遇到皮膠破壞的現象 譬如說 像畫面左邊跟右邊 碳纖維裂掉或甚至斷掉 於是我們在來思考說 我們要如何提升我們的產品品質 進一步預測 它是怎麼毀壞的 然後進一步我們來調整我們的設計 然後進一步我們可以來做我們設定我們的保固期 也因為這樣的動機 我們決定開發一台竹懷益肢皮膠破壞的檢測設備 那開發設備呢 於是我們回顧了一下我們的測試規範 那這個我們測試設備呢 就是依據ISO22675 這是一個全新的規範 那它這個測試規範要求我們呢 必須讓我們竹懷一隻呢 踩踏在一個不斷旋轉的一個平台上 就像畫面右上方這樣子 然後讓我們測試的過程呢 是從腳跟著地到腳平貼地板 到最後腳跟離地到腳趾離地 一個連續的運動學的行為 就好像模擬我們行走的時候的一個狀態啦 那這個規範的很嚴格的要求我們測試的條件 必須在一個不到一秒鐘 像這個畫面是一個600個mini second時間內 必須踩踏出一個麥當勞的雙峰的力量曲線 然後主體的傾斜平台呢 也必須是以一個非線性的角度軌跡在做運算 再來做運動啦 那這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一個測試條件 於是呢我們搜尋了市售的控制器 那最後呢我們決定採用 ni的Singable Rear 9602 搭配兩塊C系列的模組 完成了我們這個檢測設備的開發 那我們可以看到抑制就裝配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個ni的產品呢 就裝在我們的控制箱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測試的實際的畫面 我們透過ni的realtime 的人機介面 然後呢設定我們的機器運作的一些參數 那測試實際測試這個情況 那目前呢一隻已經來到預備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隻在踩踏的時候 是從腳跟著地到腳指離地 一個連續的運動學行為 那透過這個realtime的程式介面呢 我們可以調整PID參數 也可以調整位置的一些參數 來讓我們的實測實際的力量曲線呢 逼近我們的目標力量曲線 也就是一個麥當勞的雙風曲線 那這是一個測試圖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幾個實測的案例 我們透過這台設備 我們已經替研發人員成功的篩選出一些 設計上有名義的一些設計 然後進一步提供我們改進的一個依據 那我想要說的就是 NIGSD它可以幫助我們 什麼呢 第一個可以說懂我們開發的時程 我們只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從無到有把它搞出來 那我們用很精簡的人士呢 我們一個人四個月的時間 開發出整個軟體 包括realtime跟MPGA 那我們用很精簡的控制器成本 來完成整個設備 那這個設備呢 它有優異的平行處理能力 高速及時 而且穩定可好 我們測試足滑抑制的頻率 然後破壞呢 必須每個Symbol要測試200萬下 所以這個控制器的穩定度要非常 要求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透過Ni的產品 完成了這樣的一個專案 那同時呢 我們也省去四幅馬達控制模組 透過FPGA就可以完成 那這個設備呢 滿足規範的一個要求 那國外產品一台800多萬 那我們德林公司呢 以不到10分之一的價格 那完成這一台設備 而且是我們國內的第一台 包括SGS也還沒有這樣的設備 那過去德林公司在沒有這樣檢測設備的時候 我們的一支呢 都是送到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的實驗室去做檢測 那PIA破壞需要測試非常久的時間 那每天需要這麼多錢 那我們現在設備已經運作超過200天 其實已經幫公司省下近百萬 上百萬的一個費用 那我想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這個就是NI的專業 謝謝 好 我非常謝謝德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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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早上 Tino為大家準備的一個節目 那我這邊的話 也預祝大家今天有非常豐富 收穫很好的恩愛Dave 謝謝大家